青年独家 今天我跟小伙伴一起去 线下的一家书店 然后我们打算是 把finever的杯子也铺到 线下去做一些小小的文创活动 好了准备趁闻了 今天感觉来青年像个游客 然后现在要先去打卡一下猪脚 第二个米豆腐是吧 它是28块1斤 感觉高巴西饭也是来了以后 必须要吃一下的 老板太活气了 老板说让我自己点完蛋 以后自己写上去 因为他很忙 这是青年正宗的高巴西饭 这个是米豆腐 为了这顿猪脚 今天早上特别油了40分钟的油 把这个热量先提前消耗一下 那我把这块大的吃了 那如果来青年古今晚的话 就可以来这家书店 就可以看到我们finever的杯子 风光的花瓣假装很自然 清晰的奇妙为你无关 穿过乌云弥漫 导带你在的地方 无需言与安静的花香 远处走回车来维持细想 就拥抱彼此自由的遗忘 人差距离游散 眼睛血奔断流淌 不别在身方带在我身边 有一座 刚跟小伙伴一起弄完杯子之后 就来旁边的书店选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梁小生的人间处方 也蛮出名的 就是在迷茫的世界里做清醒的现代人 现在办完正事了 就来跟小伙伴逛逛古镇 然后打算去买一点青年米酒 就是我每次来签古镇 都必须要去买的东西 我们远到出篇的中国女人 全部都在这条街上 排着队等着拍照 其实这个小巷里面 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墙 新满意足地买到了 我心心念念的青年米酒 今天一回家来就被花花抓着 跟她一起做实验 首先滴完黄色以后再滴红色 来吧 用水料 现在我和花花做的这个叫 牛奶画布 非常好看 牛奶动画 牛奶动画 好了好了 颜色出来了 你的牛奶画布 还有几遍宝贝宝贝 几遍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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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下来 已发生的 Come to the library of Tuesday 他会弹的什么呢 弹热 对 It's Puzzle Pause 你看这狗狗现在还死死的按住他的这根磨牙棒 之前很多朋友其实都说这款杯子的好生素稍微小了一点点就不太实用 其实我觉得他除了喝美式和浓缩之外呢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可以随时提醒你 适度饮酒 不要贪贝 这么180毫升我觉得 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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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